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简易DIY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關於車門的調整 我們知道車門的使用很大 這樣開開關關的 開關多年之後呢 我們會知道 這個車門一定有支點 而支點是會磨損的 那除了支點之外呢 包括這個門扣啊 一般我們講Catch 這個Catch呢 它是讓車門上的所謂六角鎖 一關門之後呢 勾住這個位置 所以叫Catch嘛 接住的意思 包括這個Catch 包括六角鎖 其實呢 在長時間使用之後呢 都有呢 磨損的可能性 所以有時候我們中古車 用久了之後呢 會發現說 欸 這個車門啊 關起來之後 怎麼覺得 門好像還鬆鬆的 甚至呢 有點漏風的情形 開關的時候 風切聲 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Catch 跟六角鎖的磨損啊 使得呢 門扣得不夠緊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來我們教各位怎麼調整 一樣我們DIY都是用一個容易取得的工具 這個呢 非常容易 內六角 內六角板手 一般修腳踏車的 或五金行都買得到 好 我們看這個Catch 其實呢 它本來就是可被調整的 我們可以發現 它上下一個螺絲 我們把它轉開來 好 好 再用點力把它轉開來 好 螺絲鬆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Catch 其實是可以上下左右移動的 好我們把它轉鬆 好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把這個Catch呢 往靠車內移一點 OK 它就拉得比較緊嘛 你往外的話呢 大概怎麼樣 就比較鬆一點 所以今天如果說呢 你的車門覺得關的不夠緊的話 就是把螺絲轉鬆 把Catch呢 往車內的方向移動 關門的時候馬上覺得會比較緊一點 好 在開關幾次呢 調整到適當的位置 包括內外 包括上下 你關門覺得順暢之後呢 就把它鎖緊 好 在螺絲緊定完呢 覺得開關很順暢 這個門縫都齊平之後 如果呢 覺得可能還是有點漏風的情形的時候 有時候是這個窗框 可能有點變形 這個時候可以稍微 用力折一下 改變一下這個膠條 跟車身的密合的程度 也會有些許的改善 是不是很簡單呢 買個工具來試試看吧